草菌劍命 還我共到 受害者家屬表示 不管衛爆彈是屬於軍方 或者是中科院 都是國家的單位 因此希望國家負起責任 給家屬一個交代 是軍隊還是中科院 都是我們國家的 都是國家負責任 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父親已經沒有了 不要再有第二位 這位是要補償的 過世的 要有我們加速一個交代 立委參選人呂國華則強烈要求行政院 盡速清查宜蘭沿海之衛爆彈 希望不要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因為火箭彈到底是怎麼來的 當時 市售單位是哪個單位 到底市售了幾顆 衛爆的火箭彈有幾顆 然後撈回有幾顆 目前存在海域裡面到底還有幾顆 而且相關的資料跟訊息 我認為我們的政府單位應該趕快澄清 趕快說明 讓移民能夠了解到這個問題 希望在作業的時候 他們也能夠避免再發生這種不幸事件的發生 宇國華指出 衛爆彈是政府設出去的 政府就要負起責任 應該給死者來賠償 不應該把這件事當成是單純的意外 我們認為說 他是把黨做一個純粹的意外事故來處理 我相信這對消費者來說是非常不公多 因為這個火箭彈絕對不會無中生有 一定有相關單位做市售 叫這個東西的存在 所以說市售單位應該要趕快站出來 希望我們受害者這個慰問 甚至也應該來賠償 呂國華也建議 應該要有回收未爆彈的作業流程 並且告知漁民如何辨別和處置 讓他們能安心的在海上好生活 宜蘭新聞記者Live新採訪報導